接下來方程老師要來介紹的是指數率 指數率呢 就是說 它可以把相乘的變成相架 那等一下相處的它變成相減 那相乘跟相加當然相加比較好做 所以 對數啊 一開始 那其實是為了簡化計算 那當時 對於航海測量 天文測量 用到非常大量的高次的計算 那這些高次的計算 讓很多的天文學家 這個測量學家 甚至是數學家 他們的壽命都減短了 所以對數的發明其實是 這是真的喔 這個有一個尤拉數學家 他算了一個 種神星的運轉軌道 當時 這好幾十年 很多天文學家都算不出來 那他用他很厲害的方法 算了三天三夜 把他算出來 那最後他又演不下來 所以這個 對數的發明非常的重要 非常重要 好 那我們來看看 為什麼它相乘會變成相加 我們證明一下 就是說 這個 真數相乘 它會變成整個對數相加 好 那這個 比較簡單的 把這個叫做x 這個叫做y 那你要證明 就是說 這兩個 這個做完以後 會不會等於x加y 如果會就對了 好 那我們 假設這個是x的話 我們知道這個意思就是 a的x次方會等於m 假設這個是y的話 知道a的y次方會等於n 那我們要問說 這個 它相乘之後 會不會等於x加y 好 什麼是m m就是a的x次方 所以這是a的x次方 什麼是n 那就是a的y次方 好 那當然 相乘時數相加 這個可以變成 a的x加y 好 那這個就問你說等於多少呢 其實就問你a的幾次方 會等於這個a的x加y次 那當然就是x加y 當然就是x加y 那什麼是x呢 x就是 就是這個 這個我們就假設它x 所以就是log 以a為底 m的對數 所以你發現這個 這個做一做 果然就等於這個 相加 所以相乘 增數相乘 可以變成 對數相加 好 這樣很容易 好 謝謝 謝謝